综艇老县长回国参选也比不上蓝营的老匠齐发 盘点国民党年底选战 征召获提名的老面孔 新竹市获得提名的许明才 2009年担任过新竹市长 嘉义市的黄敏慧跟新竹市提名的赖峰伟 都曾经是两届的县市长 还有二度参选的谢力公 以及2014年时招挣钱换将的卢秀燕 而云林县长参选人张立善也选过 丁守中更是第五度争取台北市长 老将在争沙场却也弥漫 浓浓的坏旧风 比较是希望有年轻人出来 出来那个这样的话 就一种世代交替这样子 在政坛有经验 有经历 有表现 一定比突然冒错的年轻人 我们比较信任 老一辈是经验 年轻人他有他创新的一些思维 其实我觉得都很OK 商办的话来讲是 其实才有一个一个激励性竞争性啊 看来看去竟是些老面孔 虽被讽刺是回锅肉 但就选民而言 力挺老将的也不在少数 显示前浪影响力还是有 在新人还不足撑起全场之前 选举战力考量 仍旧不得不将眼光望向老将身上 环宇新闻苏鸿杰 陈宇荣 台北报道